問題就是會有幾個狀況 你要怎麼讓它啟動 因為你總不能說叫 使用者自己到VBA裡面 自己按啟動吧 當然不可能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要給它一個按鈕 那你要給它一個按鈕 一般是什麼 在這個底下好了 按下去 它啟動錶 那個按鈕叫啟動錶單 那我們前面講過你要按鈕的話 那就要想到SUB 有沒有 我們那個VBA不是有SUB跟Function 那我們就加一個SUB 那加SUB的方法的話一樣 所以呢要怎麼加SUB呢 到模組裡面 模組 我是寫在這個模組好了 這個模組裡面的你移到最下方 或者你重新再插入一個模組也可以啦 不過 基本上就放一起好了 插入一個什麼程序 程序是SUB 名稱叫啟動錶單 所以我們一樣 如果要做一個按鈕叫啟動錶單的話 那我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啟動錶單 OK 然後按確定 是SUB SUB才能做按鈕 裡面給它一個名稱 一行程序就可以 打一個home home指的是什麼呢 home指的就是 這個 表單 他的名稱喔 所以要記得這邊名稱要改喔 因為這種你沒改喔 預設叫U12縫1嘛 那如果你沒改喔 你叫home 點秀他不會秀喔 你就打個點 點下去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 假如有這一個表單 存在的話 他一定會有清單 可是如果你點下去發現奇怪怎麼沒有清單 表示你名稱可能沒改喔 所以home點秀就可以了 打一個SH 你會發現home點秀就出現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程式就寫好了 那因為有個SUB 你就可以做一個什麼 一個按鈕 我講過了 我習慣用複製的 貼到底下 因為大小會一樣 貼上 把這個按鈕按下按右鍵再指定聚齊 什麼意思呢 我就重新指定他叫啟動表單 然後把名稱怎麼樣 也把它複製一下 把這個名稱改成叫啟動表單 OK 所以你要做SUB你就按下他 啟動表單就出現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表單給叫出來了 好 不過呢 大家還有一個問題說 有一種也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 當我表 我ESale啟動的時候 我順便就把這個表單叫起來就好了 因為 你擔心說 如果你ESale給人家的時候 你叫他說 那邊裡面有個表單 如果你要填資料 請你按一下那個啟動表單 他可能還找不到 或者是跟你講 他還是給亂填的話怎麼辦 所以你為了避免這個問題發生 你假設希望說 當這個ESale檔案打開的時候 他就順便呢 幫你把 這個表單也給帶 叫起來的話 那這邊可能你需要 多學一個概念 叫做什麼呢 就是 事件驅動 所謂的事件驅動 當這個工作部 ESale就工作 ESale檔案就工作部 當這個工作部怎麼樣呢 打開的時候 打開就是一個事件 事件的話呢 就有點像一個 因 一個果 就是說你要把表單打開 一個因 原因就是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當 你的ESale 工作部打開的時候 那程式該寫在哪裡 一 一樣切到 Videobasic 二 這個工作表 的物件 特別是 他是放在 每一個 專案的下方 一定會有 List Workbook 他就告訴你 這個 就是 工作部 物件 意思就是怎麼樣 現在呢 當你ESale要打開 點兩下 List 或不可以 工作部喔 然後呢 當這個工作部怎麼樣呢 被 Open的時候 這邊有一堆的事件 這個事件 指的就是 發生什麼樣的狀況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處置 那剛好我們預設最常用到是Open 因為 當這個工作部 被 開啟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樣呢 就把 表單 這個表單給叫出來 Home 什麼 點Show就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喔 順便講一下喔 以後如果你希望 你打開ESale 他就執行什麼事情的話 你就把程式寫在這裡就好了 他就會怎樣 一打開就執行 那你可以寫很多東西 通通寫在這裡 可不可以啊 沒問題 一打開 也許像有些 同學一打開就清空所有的 資料 因為為什麼 因為 希望讓他重新填寫的話 那你可以一打開 或者一打開就檢查什麼資料有沒有存在 如果有那就是做什麼事情之類的 這邊其實都可以寫很多 那我們現在只需要一個 Home.Show 所以呢 我如果把程式寫在這裡 並且怎麼樣呢 關閉之後 特別叫存檔的時候記得喔 我剛剛是已經存好 把它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 我把它關閉 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OK 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呢 我要當啟動的時候 自動幫我把它叫出來的話 他會不會自動叫出來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當我把這個工作簿 給Open的時候 他會自動執行 那當然就不需要的嘛 使用者再去開了 他就自動開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呢 就會 當然他如果把它關掉 他下一次開就從這邊開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請各位試一下 一 表單先做完 表單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表單大概長這樣子 OK 二的話呢 你可以從上面執行 不過這個執行 當然 只有你自己可以這樣 那如果一般使用者 就是在哪邊呢 在模組裡面 寫一個 啟動表單 這樣而已 然後呢 你再去鍵一個按鈕 他就會直接啟動 那如果說你希望呢 他會自動啟動的話 就不要寫在模組裡面 而寫在哪裡呢 寫在list workbook 點一下上面 當他open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啦 右邊一堆就是所謂的事件 不是只有open事件喔 還有很多 當什麼 當這個工作表他怎麼樣 產生一個新的工作 當這個工作部產生新工作表的時候做什麼 當產生一個新的表就做什麼 他這個就觸發一個因 你要做什麼果 所以有些時候 程式可以寫在這裡 這慢慢來啦 如果你知道的話 其實在 VBA裡面很多的 這個就是要事件驅動的概念 也就是說很多地方是因為做了什麼事情 而驅動了下一個動作 那我目前 比較簡單 就是open而已 把程式寫在 這個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何 啟動表單的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 增加一個按鈕 第二個是 把程式寫在list workbook open的事件裡面 好